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小晴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 在今天早上三点钟的时候 大家都在看就是柯文哲 到底会被升押或准 还是会释放 结果他是无保请回 那这个事件的最新发展 大家都有非常两极的看法 今天年代晚报告诉大家的 就是目前检方正在准备相关的证据 而且要提出抗告 那抗告的部分呢 也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呢 检方这一次呢 是被等于是有一点挫败的感觉 但另外一个说法说 检方早就是算计好的 他在这整个的限制阅读的这个地方 限制阅卷的地方 他本来就是没有把所有的资料 让对方看到 那也就是说呢 接下来会有一波接一波 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郑文灿的部分 郑文灿的部分呢 可以说是三进三出 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抗告 抗告以后再交保 交保金一直往上加 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积压获准 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 柯文哲这个部分 我要跟大家说 除了他最后的这个结果如何之外 我们倒是看到了一个照妖镜 这个照妖镜呢 就是包括了民众党的本身 权斗的非常厉害 也包括了民众党 他们已经无限上纲道 我不知道是焦虑 还是因为夺权夺盗 失控道去骂媒体 他骂的媒体是东森 我不觉得东森有过去来讲 让民众党这么的不开心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记得陈志涵跟他先生 徐甫过去也是东森出来的 可是在现场有必要这样子吗 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 你选的地点时间都不对 而且另一方面 9月1号的记者节 做这个事情 让大家觉得 你们除了高傲还是高傲 第三个我们要看到 今天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说 是不是有人落跑 是不是有人怎么样 我们经常来看到呢 有一个最新的约谈动作 但是最新的约谈动作 这个能够保全什么样的一个证据 我们今天一连串内容呢 来导播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现场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现场呢 一个就是柯文哲 在今天清晨的四点钟 可以说呢 出来了 那出来之后 跟陈佩奇抱抱 然后就到了黄珊三家 我也要跟大家解读说 你为什么要到黄珊三家 他看到了批评之后 就赶快中午就回到 他自己的住处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的 在今天呢 检方要提抗告的相关的做法 那在台北地院呢 等一下也会有最新的情形 那我们在这里 先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北检在今天晚上 会提出抗告吗 那柯文哲说他不知道 840%的容积率 这个真的很瞎 因为呢 我们讲到今天整个 北检的这个部分呢 大家就说实质影响力 什么实质影响力呢 就是你可以借世界端啊 就像郑文燦 他完全没有介入到 工武的工业区 但是最高法院认为说 你有实质影响力 就像柯文哲 他说我只是盖章啊 我都不懂 我只是盖章 我想请问观众朋友 你只是盖章 你只要说我不懂 我就没事 那我跟你讲 那中华民国太厉害了 所有的官员 都可以来这招 我盖了章 拿了钱 我告诉你 我不懂 所以我就没事 这个逻辑太奇怪了 那当然在今天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他没有羁押 不等于他没有罪 因为他现在仍然是 贪污治罪条例当中的被告 那我们告诉大家 如果说检方要抓科 我认为有三个重要的关键 第一个关键就是 你要看到的具体的金流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 柯文哲跟彭震生之间的通联 第三个就是秘密证人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呢 我们就要来看看 在今天这个事件 刚一个最新的约谈的部分 就是说他跑到日本去 然后他说我不是落跑 就是都委会的直密少秀佩 他已经在连检征讯 那少秀佩的特别在哪里 少秀佩跟应小威的助理 也就是吴顺明 他们两个是非常非常熟的朋友 吴顺明之前 也是在台北市都委会当中 但是我在这里就质疑了 我是觉得少秀佩 你说你不是落跑 你是去日本旅游 去日本旅游来个14天 全台湾都知道 到日本没有人要去玩14天的吧 没有日本旅游是14天的吧 除非你有别的行程啦 看朋友那可能不一定 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挑战的是 柯文哲 陈佩奇 还有黄国昌 那我就说柯文哲到底是真说谎 还是真笨 他总之就是装傻 或者是真的在说谎 为什么这样讲 柯文哲接下来 他就说 我跟法官讲啊 金华城 容积率840% 我完全不知道 大家第一个反应就说 拜托 你怎么可能完全不知道 可能吗 因为不要讲别的啦 这个事情 他说是因为三四月 事情爆出来以后 我才知道840% 我觉得柯文哲这个应该是在说谎 为什么这样讲 你不可能当一个市长 然后市议员的质询 你完全都不知道吧 我先讲苗博雅 苗博雅在三年之前 有质询你 当然那个时候 没有讲到具体840% 可是许淑华在去年 质询了蒋万安 讲到840% 柯文哲都不看新闻吗 去年许淑华质询 你就有讲到840% 然后今年一年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呢 包括了这个 简书培1月8号 也质询了840% 然后柯文哲今年1月份 跟沈庆金在豪宅 也就是这个 18亿的豪宅当中唱歌 你也不知道 他拿到了840%的容积率吗 难不成沈庆金都不会跟你讲说 谢谢你啊 我拿到了这个容积率 都没有讲吗 所以你现在是讲了什么 三部政策 三部是不知道 不知道跟不知道 那我记得 柯文哲市长曾经说过 你说过 当时郝龙斌说什么 美和事都不知道 你就7414啊 你就7414啊 那你当时这样讲的话 那你现在是不是这样子 而且我要讲的是 我觉得法官是 so simple so naive 还是什么样一个部分 今天是一个很明显的说谎 然后法官就接受 一个市长不知道 这么重大的金华城的案子 840% 好 那我今天再来告诉大家 今天也很特别的 就是呢 柯文哲他呢 在1点20分回到家里面 柯文哲太太陈佩奇 是在2点左右 等于1点多也是出去 2点左右回来 的确大家会在这里 来关心他们这个状况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事情 我要跟大家说的 民众党啊 为什么让大家觉得 有出现在这么一个紧绷 压力之下 出现了失格的状况 当然我可以理解 就是因为你们的党主席 可能出现了这个官司的问题 金华城之外 还有木可的金流 你们的焦虑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身为一个重要的政党 你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 比如说到底是有多荒腔走板 你必须要在9月1号 记者会来骂记者 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吴一轩 我对他印象本来还不错 我觉得吴一轩 就是一个小可 小可人的样子 他是发言人嘛 然后黄国昌嘛 可是我看到的状况竟然是变成了 吴一轩说 那现在是怎样 然后黄国昌说 东森要这样子搞 那我们就来直播 就东森的记者呢 在现场被弄到 有人就说他哭了 也有人说他没有哭 不论以后哭不哭 其实我今天仔细看了这个影片 我当天也看到了 他只是问你陈佩琪 拿现金去ATM存 你回答就好了 人家就问你说 到底那个钱是怎么来的 你可以说我拒绝回答 或者我不知道 你没有必要在那边干嘛 呵斥记者说 现在是怎样 你要影响到我记者会的行程吗 我跟大家讲 记者会是为什么 记者会不是给你们作秀 记者会就是让记者来问问题的 而且记者是代表民众来问问题的 你说他们是谁 黄国昌说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人民啊 他们就是2350万人 扣掉民众党的人啊 他们就想知道啊 那我也注意到 我觉得黄珊珊身为一个算是阿姐级的 我觉得你也要有所风度啦 因为今天大家就是在问说 为什么柯文哲跟陈佩琪到你家去住 黄珊珊就酸记者说 住在他家 因为你们记者会去拍 会找到邻居啊 那我就要跟大家讲 说真的 记者有这样子吗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不是为了工作 谁要去拍你的住家 今天你柯文哲没有卷入木可的抽成的合约 没有卷入金华城的疑似放水 谁要去 谁要去 你现在是被告 要不然谁要去拍你家 拜托啊 现在的高温快40度 没事谁要去拍啊 那我今天要讲这个事情是 你知道吗 为什么不能够住你家 因为黄珊珊是金华城案的关系人 黄珊珊在这一波大家PK的过程当中 我跟您报告 黄国昌他一直在现场说带着小草要干嘛 但我跟你讲 柯文哲很讨厌黄国昌 柯文哲觉得你黄国昌本来等着就是 如果柯文哲被抓出来 黄国昌他一方面就骂说 你看民进党司法怎样 那一方面把所有的资源拿回来 他就变成党主席了 他就变leader了 可是呢 黄珊珊就默默的去照顾这个陈佩奇 然后去请柯P到他家 其实你说有没有原因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争权嘛 那我今天讲你们自己民众党要争权 你不要把这个炮火对上 这个媒体记者 媒体记者很年轻是有报复的 你不要在那边觉得说 我看你觉得怎么样 你薪水多少钱 我跟你讲 记者不像你们这些大立委 或者是发言人 动辄20万的月薪 将心比心了 都是为了工作 民众党还没有执政 就这么的搖掰吗 好那我今天跟你讲到这里 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尤其是柯文哲 他在经过了69小时或70小时 他在现场讲的话 让我非常傻眼 他说这个 这个是两天当中 急受凌虐跟羞辱 那我请问你 那其他的被告呢 其他的被告呢 你知道在约谈过程当中 不是一直在问你 你可能会等待 然后你会约谈 你知道徐永明上时候 他是在看守所 住了四个晚上 那我就问你 今天大家就说 这个柯文哲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去搜索 堂堂的一个党主席的 住家办公室 你怎么可以 可以约谈我 你怎么可以干嘛 你不要忘了 你只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国民 你当了总统也是一样啊 阿扁当了总统 出了事情 卸任总统出了事情 还是要上手铐啊 这就是公平正义不是吗 好我要跟大家讲 柯文哲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柯文哲的疑点 有什么未明 第一个 陈佩奇跟女儿 为什么要到美国去 大家有记得吗 要到美国去做什么 要到美国去做什么 然后呢 你4300万的现金买商办 现在传出来 检方就是有资料认定 你这个钱 跟木可 跟金华城 是连结在一起的 还有我们要看到的 木可跟柯文哲之间的 抽成合约呢 对不对 为什么小草捐给你的钱 要经过木可 然后再给你呢 这些事情不是因为 你今天没有积压就没有发生嘛 尤其我更要说的是 柯美兰说 柯文哲是台湾第一个劣势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可以不要了 我真的觉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突然觉得天哪 搞不好啊 搞不好明天万一柯文哲被积压 他就说自己是台湾的曼德啦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 你看哦 这个郑文燦 7月6号第一次收押交保 7月9号第二次再收押交保 7月9号再第三次积压停 最后就被压起来 所以很多事情是没有这样就结束的 好 今天部分蓝绿的 你怎么看 我们要看到的台风摩羯 90度的大转弯 还好 它没有影响到台湾 另一方面呢 我们要看的就是所谓的 现在传出来的 金华城的两亿公干费 到底怎么回事 还有陈佩琪母女到美国 到底要做什么 另一方面呢 柯文哲不是写了一个 所谓的秘密的简讯 抱怨民众党里面 大家都不负责 大家都推脱了 所以柯文哲是知道的 那这个大佬是谁 传出来就是创党大佬 也就是林富南 好 我们今天内容当中呢 首先来跟大家讲是什么 我们就来看到 北柬呢 将在今天晚上提告 那你可以看到提抗告呢 今天看到的柯文哲出来 我觉得他出来的时候表情严肃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当时在里面 为什么从廉政署进到 进到北柬的时候 突然俩公 因为问了20分钟 突然俩公 因为廉政署都在问金华城 到了这个北柬 突然在问的是木可的时候 一个突然俩公 为什么 还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在这里 一度怀疑是位罪潜逃 关键人 也就是邵秀佩今天到案 那我们来跟大家讲 今天最新 历经了三天将近70小时的拘留 法院决定让柯文哲 无保请回 但是对于时任副市长彭震生的 积压境界 这两个对此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来告诉大家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的 另一方面呢 被认为有仪式同案的共犯 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 执行秘书邵秀佩 他喊怨 他说我9月1号就回来了 但是呢 检方是说我有约谈你啊 邵秀佩说你没有约谈我啊 这就变成是罗生门 总之他今天就到廉政署 而在下午的时候呢 就要到北检当中来进行复序呢 北院来进行复序 那柯文哲呢 昨天无保请回 没有马上回家 而他直奔黄山山 位于新店的汐止区的住家 那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回家了 他太太也是进进出出了 就这么一个状况 好那我们今天来告诉大家 大家就说 现在的情形是怎么样 现在情形就有两个重大的发展 第一个要看到检方呢 他提出了抗告 他重要的压箱保是什么内容 第二个就要看到的 就是我们讲到彭正生 彭正生他会要所谓的当污点证人 还是他要鼻子捏一捏 就是干嘛 就是要当余文吗 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你可以看到在今天内容当中 还要告诉大家 今天晚上鬼门关 还有王世坚说磕等等 为什么 他要高空谈掉 要柯文哲等一等 他要等着看看后续的发展 还有呢 就是柯文哲有五大案都扯到图利吗 为什么五大案当中 两个跟审慶金有关 两个跟星光人寿有关 帕孟安的妈妈过世 赖清德总统到现场来慰问 还要告诉大家 陈世凯今天接交通部长 好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很多人看到今天的结果 我必须跟大家讲我的看法 我是完全的尊重法官的判决 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尊重法官 但是我也必须说我是有一点讶异的 因为我觉得以这么多的市政看起来 就是柯文哲他应该不是那么容易全身而退 但是我要讲的是 我尊重法官的判定 我也希望民众党不要说 之前骂法官骂检察官 到今天判出来就说哦切割 就骂检察官 就说法官好棒棒 我觉得很多事情 我相信法官检察官的压力都很大 但是我们民众应该要相信他们的专业 好我们来看到在今天内容当中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柯文哲请回 检方抗告要抓柯 另一方面再来看到都委会的直觅 就是邵秀佩现在正在征讯当中 还有呢今天还有个人出庭 当然没那么重大嘛 就是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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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出庭了状况如何 还要告诉您的就是没有现代 是赖青的总统接受我在雅琴看世界的专访 说大家讲新清安现代力 没有没有 而且央行总裁已经呢跟银行讲好了 你如果贷款的话 你这个守护要买 你要贷款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政府会把你处理好 还有呢中国提出在9月2号说 文旦可以输出到中国去 我们认为这是九二文蛋牌 好我们来看到在今天的新闻重点 好在今天新闻重点当中 大家看到了就是柯文哲 在今天的五宝请回 五宝请回 大家我觉得柯文明 五宝请回变成积压境界 他都快昏倒了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到包括了 郑文燦也是一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 就是接下来工访 我们看以下的内容 好我们来看到在这里 就是检方可以说呢 在今天晚上力拼抗告 而且柯文哲密讯大佬 他是说什么 他觉得民众党里问题很多 大家都不愿意负责任 那我们就来看看 哪些人不愿意负责任 还有赖清德总统 驳斥所谓的现代令 惊爆9月2号 惊爆9月2号呢 我们就来告诉大家 检方呢在现在 可能在今天晚上 或者是他们说 10天之内会提出杠告 但是我的看法是 我觉得不会拖这么久 因为当时郑文燦 是在非常短的5天当中 来来回回的抗告6次 6次就是抗告驳回 或抗告驳回6次 所以我觉得这次 大家瞩目的话 应该不会拖到10天 第一个就是柯文哲扯 他不知道840%的容积率 都推给彭正生 再来第二个 就郑文燦案重演吗 另外就是引起讨论 到底是妈妈还是爸爸的 首尾钱的这么一个700万 还是没有说清楚 这个钱的焦点 第三个就是 赖总统的独家专访表态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我们先看到今天呢 柯文哲放人 他是3点45分出来 彭正生是4点钟坐了球车 真的是天地不同的差别 那北检要准备抗告 今天凌晨3点20分 法官宣布柯文哲当庭释放 柯文哲将近4点走出来 陈佩奇冲上去拥抱 他发表了将近3分钟的谈话 第一个他说这两天 激进压迫跟凌虐 他没有办法理解搜索的目的是什么 特别是民众党的中央党部 第二个 容积率840% 他完全不知道 这是今年3 4月间 媒体开始讨闹论这个事情以后 他才第一次知道 所以大家就说 你这不是说谎吧 因为呢 你看看 哪一条哪一个字哪一句 可以说给容积奖励 苗博雅三年前直询金华城 并不是都根案 为什么可以试用都根奖励的部分呢 第二个 去年11月 议员许淑华就直询 金华城840%容积率 而且说 图立国民党的中常委 就讲审慶金了 第三个 今年1月8号 议员减书培就开记者会 说金华城840% 图立审慶金 你今天柯文哲要告诉我说 前年你不知道 去年11月也不知道 今年1月你也不知道 我觉得这不可能啊 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 那请问你柯文哲 怎么可以当市长呢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要讲 不知道就他呀 你今天说不知道 法官就觉得 你真的不知道 那我请问你 怎么可能不知道的人 可以盖章呢 盖完章 然后不知道就没事 你把盖章的照片 帮我找出来 然后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今天就是说呢 柯文哲 说三四月才知 但是柯文哲 在1月份跟沈庆金 还在桃珠影园唱歌 我在这里找到这里 这个是2020年 10月27号 签合的这个部分 这里有一个章 这个章 这是柯文哲嘛 柯文哲的章嘛 然后你盖了章以后 你说 对对对我盖章 但是我不知道 好 那这样就没事吗 然后我来跟大家讲 法官不押柯文哲 因为他说 犯罪嫌疑不重大 我听到这个 我就觉得 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 不是大家看到 检方要这个 对于开庭 来申请羁押 就针对柯文哲 还有彭正生的时候 他写了两个理由 就说你违反 什么什么法的 收贿罪 你违反什么什么法的 这个所谓的 涂利罪 涂利是五年以上 收贿可能会十年到无期徒刑 大家就觉得哇好严重哦 结果法官就说 嗯不重要 不重要 那他不重要的理由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他说柯文哲不是都委会 遇会的人员 也没有相关的专业 你没有专业 你就没事吗 但是我们的评论是 可是柯文哲有权利啊 他会不会所谓的 实质影响力呢 就像郑文灿 他没有介入啊 但是有没有实质影响力呢 第二个 检察官所提出的事证 尚存有其他合理解释空间 也尚未达到 有犯罪之高度 可能性的程度 所以这个可能是 包括金流 或者是证据 不够强 不够强到 认为说 他有犯罪高度的 可能性的程度 这个我们尊重法官 因为他写了半天这种 非常隐晦的说法 我也不知道 他讲的例子是什么 然后第三个 柯文哲到黄珊珊 戏指住处过夜 在康宁街 某一个大型的社区 评述不明 是在2003年 他用750万买下 哇750万的房子 还算价格合理 那柯文哲今天下午 1点20分回家 陈佩奇接着出门 然后两点多 就带了一大包东西回来 那这样媒体记者 已经揣测说 这一大包东西 是换洗衣物吗 是文件吗 还是什么的 好了 那我们来告诉大家 检方应该是在今天晚上 最快今天晚上会抗告 那抗告他必须要写抗告书 他也要做准备 那这里面呢 就是北检的检察长 王俊丽召开了紧急会议 最快今天提出抗告 会不会传秘密证人呢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些 还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说郑文燦事件的重演 你可以看到郑文燦 二进二出 7月6号500万交保 然后抗告 7月9号1200万交保 在抗告 7月11号就收押了 这五天三度的交锋 三度来回乘以二嘛 五天六度 那47天之后起诉 是以2800万元来交保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事件的发展之后呢 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就是呢 当然在昨天呢 就引起了一些讨论 包括了陈昭之 陈昭之说 他认识赖清德前总统 然后说他传了讯息给他 那传讯息给他就是说 希望他公平人道对待柯文哲 但是总统府打脸 就说发言人郭亚慧说 总统基于国安考量 已经停用私人手机了 所以总统就没有看到这个讯息 也不可能在对司法侦办中的个案 做任何评论 那我在这个事情的专访 是在昨天播出的 在9月1号播出 但事实上9月1号礼拜天播出 但是这个访问啊 是在礼拜五的时候录的 也就是说礼拜五的时候 柯文哲被约谈 都还没有发生说 他就是说 等于是 到底有没有这个 发生什么样事情啊 只是说刚刚被约谈啊 这样一个情形 那我们就问了赖总统 赖总统就说 只要是违法都鼓励检调单位 应该要依法查办 不分任何政党 这才有办法对得起人民 他说我是人民选出来的 这点我必须要做到 但是他不对个案 来做任何的评论 那今天赖清的总统 早上9点半出席了 匠人魂的水下汉匠 这是海军的影片啊 他非常重视军队的活动 因为明天9月3号军人节嘛 他就说呢 希望未来国军 都能够学习匠人精神 自我精进团结一致 然后呢在这里 黄国昌今天在立法院 他就开始痛批说 北检70小时 荒腔走板谁受益的 然后黄国昌带小草为北检 就批评说 你是无视司法独立荒腔走板 大家都说对方荒腔走板 吴思瑶民进党就说 民众党鼓舞民粹 对于司法办案进行政治施压 是对司法非常的不敬 好中国也来参一咖 中国呢说 我恢复台湾文旦进口到中国 坚称九二共事一家人好商量 选今天选机就9月2号嘛 农委会证实 已经正式接到了通知 所以我觉得中国怎么搞的 这种事情还要给你尻一下 还要给你吃一下豆腐 好我们一联餐内容就来看到 今天接近四点钟时候 柯文哲出来 但是呢 我必须这样讲哦 他对他的太太这样拥抱很温馨哦 可是黄国昌一直凑过去 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不理黄国昌哦 他不理黄国昌哦 直接走哦 然后呢 黄珊珊是抱着陈佩琪 咬耳朵 你就知道双簧之间在民众党现在的受宠程度吗 我们看一下报道 只要违法 那我都鼓励检调单位 应该要依法查办 我们才有办法对得起人民 和大家一起欣赏 记录国军身影的匠人魂短片 水下汗匠 有这么专业的匠人 在那么艰困的环境下 默默的守护我们 社会成本跟行政成本 非常非常的高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涉入金华城案 二号凌晨招五包请回 清晨四点多部出地检署 和支持者们道歉 满脸疲惫 但发言人具攻击性 而面对金华城容积率达八百四十 啪 柯文哲说转送都委会后 他就没再过问 因为作为市长 不应当去过问单一个案 面对吴宝请回外界的质疑 当时身为台北市长的他 难道真的一点都不知情吗 而我们看到不知情之外 再来看到郑文燦的例子 他也说他没有介入 但是他仍然要负责 郑文燦他没有完全参与 下属的相关的决策 也认为说郑文燦 是有可能会去影响到 下属公务员的 但是柯文哲 他毕竟身为当时的 台北市的行政首长 他是否对于下属的公务员 是有一个实质的影响力的 这个部分或许也要纳入考量 好 我们看到另一方面 在今天清晨的时候 陈佩琪跟柯文哲相拥而报 擦了擦眼角 陈佩琪仅仅意味在民众党 主席柯文哲身旁 这一刻隔了六十九个小时 柯文哲被搜索后 最终在二号凌晨 无保请回 柯文哲突破人群挤上车 陈佩琪跟随载后 但车子离开的方向 却不是他大安区的住家 反倒夫妇一同前往立委 黄珊珊系纸的住家 因为记者在底下也影响到了邻居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们知道如果柯主席昨天晚上回家 你们今天大概又把那边堵得密布通风 而且可能也会朝到他休息 所以我们先让他做安静的事 看到在这里 黄珊珊是非常贴心 让他们去他的家 但是问题是 在过去来讲 金华城的三次的便当会 或者非常多次的活动 黄珊珊都有参加 黄珊珊是金华城事件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柯文哲到你家去 人家就会怀疑说 那都有没有所谓的一个聊天 讲些什么事情的情形 那我接下来跟大家讲 来导播你要带到这个照片 我要跟大家说 在今天就是实质影响力 用实质影响力来抓柯文哲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想讲到的就是 现在在调查最新的一个 重要的关系人是谁 这个人我们看到的就是邵秀佩 邵秀佩是台北市都委会的直密 他疑似因为畏罪而潜逃中 检方说我约谈他 他没有回答 他说我是去日本玩 我没有逃 但是我9月1号就回来了 可是他是8月17号 到9月1号依法请假 检调没有约谈 但检方说我有约谈 总之今天下午2点 他就到廉政署了 那我们知道 彭震生跟共犯 已经有互相配合 不实陈述的动机跟可能 因为检方他为什么要 声压获准彭震生 一个就是说 你是不是有共犯逃了 一个就是说 现在你有其他共犯 互相配合 而且有不实陈述了 而且最主要你的所得 他的利益跟贿赂金额 都非常非常的庞大 所以你看到 这是彭震生 今天4点上球车 送到了土城看守所 好我们就来看到 那今天大家看的 今天这对夫妻呢 就是陈佩奇跟柯文哲 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而另一方面呢 我们来看到 邵秀佩的部分 在刚刚的车子 应该就已经进到了北减 而要继续的来征讯 我们的一连串报导 先从柯文哲夫妻开始 从被搜索踏出家门 那一颗蒜起 历经七十三个小时后 柯文哲终于回到 位于大安区 行路二段的住处 直见柯文哲 应该是有稍微熟悉一番 衣服从白色衬衫 换成灰色POLO扇 拎着公事包 神情看起来有些落寞 面对媒体提问 头也不回走进大楼 太太陈佩奇 则拎着两个包包出门 约四十分钟后再度返家 好 我们来看到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另一方面我刚刚说呢 以为这个邵秀配呢 已经到了北柬 他们说还没有哦 约谈很久哦 本来表定四点半要到北柬 但是现在还在连政署 我们来看看 他的坐车进到当中 我们的独家报道 车子开建连政署 里头坐的就是现任 台北市都委会执命邵秀配 遭控在京华城B案中 是关键共犯 海德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惨遭收押 不是紧急送医 隔天凌晨就遭到裁定收押 法官在裁定书中就提到 邵秀配跟彭震生关系密切 还疑似畏遣淺逃 有公传共犯之余 有积押必要 北柬在八月十二号 首度约谈彭震生 将他列为被告 限制出境出海 之后邵秀配就向市府请假 十七号到九月一号 要非日本玩 八月底应小微跟神经金 裁定收押 邵秀配仍在国外 躲过风暴 邵秀配曾任台北市都发局 都市规划课长 调任都发局总工程司 现职是都委会执行秘书 实质上就是都委会的 第一把交易 不免也让人联想 在京华城容积率上 邵秀配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选择方案四 自创百分之二十奖励 给京华城 吴顺民应该也当过 邵秀配的长官之类的 那在这里面 到底秀配的角色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跟他本人聊过 那聊完以后 我也跟市府那边提出我的 余力跟预警 对 那我不知道说 到底他的角色是被逼的 还是说是怎么样 那这一点当然只有 司法检调可以去理清 好我们来看到呢 在这里邵秀配的部分呢 现在呢仍然在连政署当中 那如果这样从中午到现在 已经是超过六个小时了 那我们另一方再来看到 柯文哲不是在今天呢 一早他出来以后 他说我根本不知道 京华城的容积率 来到840% 结果马上就炸锅 因为所有的民意代表都说 那我们不是咨询了吗 那我们后来也在咨询呢 去年整个事情都炸锅了 你在选总统的时候 事情都有人讲出来了 你现在跟我讲 你都不知道 然后你到今年的三四月才知道 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 现在更加复杂的是 如果说京华城 是他的五大案之一 只有五大案 我觉得很单纯啊 单纯的事情 但是现在一直有一个消息传出来 有待证实 就是检方有拿到资料 就是柯文哲的京华城 跟柯文哲的木客 跟柯文哲4300万 买那个豪华商办的现金 是都在一起的 就是说他们的金流是在一起的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我也觉得检方你要拿出一个试证 看能不能把这个事情讲得更清楚 那我来跟大家讲 这个五大案怎么回事 五大案在现在 其实很奇怪 两两相对 五大案里面两个案子 跟这个威京小省有关 两个案子跟星光人寿 无幸运的星光人寿有关 我先讲金华城好了 金华城啊 他是把这个容积率变840% 涂利大概500亿 容积560%到840% 销售地板从5万多平 暴增到7万6千平 如果用初始单价的平 是来算200万 一平200万 你多出至少500亿 第二个就是第一雨果市场 省庆经的威京中工所做的 他是用一个很夸张的事情 就是说我先减项招标 就是说我跟你讲 你只要盖到五楼就好了 那这个大楼怎么可能 只盖到五楼 他说没有关系啦 你先把这个案子标下来 我再增加预算 增加50亿给你 然后再来看到 南港转运站BOT 这是无心营的星光人寿 延后至少85天 那也砍了10亿 就说你少付10亿 北市科星光人寿 砍了20亿 可能更多 还爆出T16 劝退港商优比快 创办人是罗伯特 那我们知道 他有5000亿的身家 也是NBA 曼菲斯灰熊队的老板 但是你看 这个是罗伯特 这个是优比快 可是呢 台北市政府的前秘书长 陈志明就说 没有啦没有啦 优比快是参与T16竞标 但是最后是人保得标 市府没有劝退 没有劝退 好第五个就台志光 柯文哲任内 订了三妹月租费 2200块 但是查无意义 书面的这么一个记录 那我们知道呢 蒋市府说 我的三妹是1761块 对于台北市政府收费更高 整个的台北市监视器的数量 换算下来 差价达到1亿元 所以这五个案子 可能都是跟柯文哲有所关联 但是柯文哲 今天讲这个话 真的是大家炸过的 我也不敢相信的 炒了半天的精华 成中几率到840% 他说我不知道840%啊 可能吗 我们来看 因为作为市场 不应当去 货问干预个案 知道今年三四月间 媒体开始闹这件事情 我才第一次知道说 这个案子的 容计率是840% 好我们来看到 他说他不知道 但是我们来看看苗博雅 他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经质询了 容计率争议去年早就成为新闻话题 甚至在柯文哲任内 金华成容计率从392%一路暴增到840% 创下历史新高 柯文哲真的有可能不知道吗 柯文哲什么都知道 只是他在装傻 从过去的直询记录到新闻画面 再再记录了金华成容计率的暴增过程 恐怕这些都不是柯文哲 一句不知情就能解释过去 好另一方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赖清德总统 我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 对他的独家访问 然后呢昨天播出 我自己觉得很有趣 我都不知道的 原来他早上起来要先拉窗帘 然后要做我们小时候 学校的那个体操 对不对 1234 还有他的眼睛的视力 竟然是2.0 真的不得了 但是我们今天再看到一个 就是总统府的当中 高层秘书长潘梦安的妈妈 88岁的母亲 潘林美凤 8月31号 礼拜六的凌晨 因病辞世了 那赖总统在昨天9月1号南下调宴 那当时有一位 就是富人站在角落 因为平常可能没有来得及打扮 就不好意思 然后赖总统就注意到了 就走过去 跟他打招呼 那事实上呢 在这里是民进党的立委 武力华 透过补诸道这一幕 他说真的很感人 那就是潘梦安在这里 我们就希望他节哀了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呢 看到了这些部分 也包括了赖总统讲到很重要的 就是现贷的这个部分 大家说这个因为新清安的关系 所以是不是房贷有现贷令 很多人说我已经买了房子 我现在拿不到贷款 但是我昨天问他的时候 他说这其实新清安是一个美意 但是没有所谓的现贷令 没有所谓的现贷令 因为呢银行对房地产的融资 是不能够超过法律规定的30% 央行才关切说不要超过30%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有到2829 但是呢他说不会现贷 因为现在已经签约的贷款 一定要给 第一次购物的要给 特别是一般民众 他也认为金融行库 因应这个事情过当了 那我们知道他讲完之后呢 今天我们看到央行总裁 杨总裁也找了银行高层来喝咖啡 跟他们说不用过度的去处理 民众的贷款 该要给的就是要给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了 新清安变成全新安 好我们来看看 这是一个悲伤的场合 但是大家注意到了赖总统的另一面 大批危案戒备 总统赖清德在屏东县长周春敏 陪同夏走上街 和沿途民众挥手致意 其实赖清德这一趟到屏东车城 是为了亲自吊咽 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的母亲 当他碾香完准备离开 许多街坊邻居 摊贩香客列队 抢着跟总统寒暄 而在场的民进党立委吴立华 也捕捉到这暖心一幕 照片中赖清德背对镜头 直接一名身穿橘色上衣 衣服上满是污渍的富人 拿着矿泉水对着赖清德参笑 还有人说这背影 让我非常有安全感 天文曝光也让大家看到 平时给人一丝不苟 严肃形象的赖清德 亲民的另一面 好我们看到这个现场 另一方面我们再讲 今天晚上有个重头戏 我个人是蛮高兴的 因为鬼门终于要关了 但是鬼门关的时候 也要特别的小心 大家出去各方面交通 都要特别的注意 那我们知道在这里 鬼门关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些禁忌 礼俗上好兄弟 历经整个农历七月 他要在晚上11点之前 回到民府 禁忌就说你不要求财 不要跟好兄弟 拜托让我赚钱 不要踩到明旨 你要拜素的为止 不要说再见 不要摆花香 不要听佛经 不要点蜡烛 也不要回向冤亲债主 避免好兄弟舍不得走 然后我们看到昨天在苗栗 就短短的50秒之内 6500盘的各式的贡品 都被一扫而空 那我在这里 有一个这个是 我们知道香菜先生 因为上次他送了我香菜月饼 我觉得超好吃 还有送了我一些东西 这个呢 这个是因为这是个很好 台湾的开发 这个是香菜的面 然后这里呢 就是香菜加 我们的那个 巴辣加巴辣的饮料 那这里有一个就是土鳳梨酥 它长的是这样子 真的哦 我觉得还蛮香的 我就把它打开 你看看 这个土鳳梨酥看起来 是不是不错 好好吃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之外呢 我们在看到的就是呢 讲到了在这里面 大家关心的民众党 这次我说 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 就是他们在记者会 我可以理解 他们可能很紧绷 但是东森记者要问问题 你就要让人家问啊 你可以不回答 你竟然就呛人家还骂人家说 你在干嘛 你是要干嘛 这个事情当然引起很大的 这个争议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呢 以下的报道 我们先看什么 刚刚有一个最新的画面 是不是 NoNo今天出庭 我们看一下NoNo的画面 请问你想起来被害人是谁了吗 跟我说一下吗 就是检方起诉后 第二次开庭 我们来看到呢 在这里呢 他就是都没有回答 我们看继续的报道 新清安 这个贷款计划 中央银行 他也公开讲他没有现代令 对 金融航库在因应这个事件的时候 过档了 好 各位各位庄庄 加油 银帮加油 现在是怎么样 外界好奇大笔现金 我觉得东森要这样搞也没关系 就就就现场直播嘛 是啊 第一个 现在是怎么样 先停一下 他说存钱这件事情 可是外界就说 那个大笔的现金资金 好像不知道从哪里来 每次打账我们的问题 每次打账我们的问题 如果大家要这样子 以后麦克风都会控制着 要跟别人说 不好意思 以后让大家困好困吗 好 因为他好像有人说 他47岁太年轻 我觉得不会啊 英雄出少年啊 你要看看法国总理几岁 都很年轻啊 我们现在进广告 就回来要看到的 两亿公关贝 跟陈贝奇 到底为什么要带女儿去美国 这个部分 那现在他们能去吗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好 各位观众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非常关心呢 这一次有关于 这个柯文哲 积压与否的这么一个事件 那你可以看到呢 现场的这个部分 就在刚刚 我们的记者有传回消息说 可能啊 今天晚上 所谓的检方要提 抗告的部分 不会这么快 有这么一个说法 但是你知道 你说不会这么快 他等一下就丢出来了 那我们再来看到呢 在刚刚我们看到了 整个约谈的部分 现在还在这个 廉阵署 还没有到北减 那我们其实 讲到这些情形 跟大家报告一下 今天出现了一个地震的消息 但还好没有很大 这个地震呢 是浅层的地震 今天下午4点26分 规模5点5 正央在花莲县的东南方 大概8点5公里的 这么一个地方 最大震度是四级 出现在花莲县的延辽 那花莲县 花莲市 还有南头的荷欢山 台北市也是有感受 那另外一个摩羯台风 大家也注意到 本来大家说 哇 下礼拜台风要来 没有 我跟你说 90度转弯过去 90度转弯过去 很好啊 我们台湾在这里 就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那我们今天回到这里 跟大家讲钱的部分 检方现在呢 如果 如果 因为检方其实蛮可怜 我觉得他应该也没有 怎么样对外说什么 但是很奇怪 就是说 大家可能会传到说 为什么 有所谓的700万 有所谓的170万 就是呢 这个陈佩奇 去分很多批 等于用ATM的方式 把钱汇进去 就引发了非常多讨论 然后陈志涵发文的时候 又说是妈妈的首尾钱 又说是爸爸 或妈妈的首尾钱 可是不好意思 人家爸爸2016年往生 但是妈妈健在 这事情 当然这是一个 引起讨论的话题 可是我要讨论的钱更大 我讲的是2亿 就是说呢 检方有发现 威京集团跟子公司 三年编列了 将近2亿元的 金华城融机费用 用途去向不明 那钱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 北检在上周五月谈 传出来查验多笔的 包含木可公司 政治现金的账目 有数笔金流异常 不排除跟金华城的 融机案件有关 那这里面一个时间点 北检五月要查金华城 柯文哲 五月十号买商办 4300万 五月十六号 柯文哲的儿子 成立制饶公司 陈佩奇从五月开始 看1.2亿的豪宅 陈佩奇突然买了 8月30号的机票带女儿要到美国 那柯文哲也是说有公事 在9月21号要到美国 所以现在这个部分呢 也有一个消息 现在在翠当中引起讨论 2023年柯文哲 去年的10月6号 结束访美行程的时候 媒体报道 柯文哲的手机 在旧金山机场过安检的时候遗失 这个事情干嘛这样讲出来 总之呢 现在大家有很多的阴谋漏出现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尊重法官的判决 但是事实真相要理清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最可怜的是谁 彭震生啊 谁理你啊 彭震生说问难过 我怎么被羁押觐见 那他的抉择是什么呢 他想当余文吗 我们看看他上球车的状况 彭震生穿红色外套 由法警借户上球车 曾经是首都副市长 沦为编号2605的接下球 看守所室友跟他的暗游不同 是恐吓案嫌犯 我们蛮压抑这个结果的 我们会抗告 他可能自己也蛮压抑的 这个结果 对 身体状况 刚刚看他是 他蛮难过的 七十岁的彭震生 在越军期间多次呕吐 又喘不过气 一度送急诊 硬撑怀来开庭 却等到收押的结果 法官指出 他担任都委会主席 和进化成案的专案管理人 多次开会 却预设立场 违反议事规则 委员反对提高容积率 他装作没看到 还指定支持补偿业者 或比较没经验的委员 当专案小组召集人 图力最嫌重大 北柬八月十二号 首度传唤彭震生 只限制他出境 三十号二路约谈 强制处分 却提高 我们来看到 他现在是 等于是说 在积压境界当中 那另一方面 我们再来看到的 就是在这里 现在仍然在连政会当中 约谈的是台北市都委会的直密 也就是邵秀佩 那邵秀佩呢 他跟吴顺明很熟 吴顺明是应小威的 吴己职助理 但吴顺明有好几个工作 吴己职助理 都发局前任的副总工程师 退休的同仁 又是威京集团子公司 赵新公司的顾问 而且每个月有领薪水 所以吴顺明的角色 也是重要的关键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 黄国昌呢 在这次可以说 柯文哲 他被生压境界的时候 他很努力的到现场啊 有带着小草 可是据说 柯文哲不喜欢他 真的假的 我们看看 黄国昌怎么表态 他的说法 来看看今天柯文哲的态度 即便亲自到北柬迎接 柯文哲也没和黄国昌 有太多互动 甚至当黄国昌主动上前 却被对方比首饰 示意往前走 倒是柯文哲不出北柬 直奔黄珊珊住处 信任程度可见一斑 甚至于早空 在这里非常难得看到 黄国昌被挤到边缘边缘的情形 好我们进广告 来看到今天晚上约谈的最新状况 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现场 来导播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现场的部分 等一下就会看到现场呢 就是在台北地院最新的情形 那另外我们再看到 今天年代晚报 9月2号的新闻焦点 包括了柯文哲 今天吴宝请回 还有一度怀疑畏遣逃的 他喊冤的邵秀佩 现在在廉政署当中 另外我们再看到的 就是王世坚 他本来跟柯文哲打赌 要高空弹跳 他今天说再等等 他说郑文燦也是三进三出 不到大结局还有翻 你奥赌就来啊 高空弹跳 你愿意吗 这边跳大海的时候 大家掌声不断 这边高空弹跳 应该更容易了 王世坚委员的身体状况 我觉得他先去做一下健康检查 免得到时候跳下来 万一发生意外 还要柯主席去帮他做叶克模 这样子讲实在是很酸 广告之后 我们回到现场 看最新的现场 好欢迎回到现场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积电今天涨四块 收在948美元 是1比32.04 好我们请众军告诉我们 现在呢 在地院的最新状况 是的 好主播各观众 马上带你来掌握最新消息 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 将近晚上七点 而就在稍后呢 其实这个台北市 对委会的前执行秘书 邵秀佩将会被带